嗨,大家好,我是猪老板 上期视频当中啊,很多逼有看了AFD女党首的演讲视频 觉得她的气场特别强啊,也挺有个人魅力的 确实她要戴上口罩之后,我觉得特别像《老友记》里面 我非常喜欢的角色,菲比啊 那么,所以说呢,她在现实生活中在德国啊 确实是男女通吃 那么现在不是非常受欢迎吗 那我看这个AFD她也会把她推选为 2025年这个德国总理的候选人啊 那很有可能,假如说这不可思议事件发生了 她就成为德国新总理了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有必要可以 这一期啊,我们闲聊一下她的个人的生平嘛 我觉得很多很有意思的点啊 那么她个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一个人 那么大家都知道她领导的这个AFD右翼政党嘛 她是一般是关键的,非常保守的 是反对统计力啊之类的 但是这个女党首她自己也是在德国公开出柜的是一个 是个女童啊 并且呢,AFD她是排外的吧 反对代名,反对移民,讲究德国人身份认同 但她们的女党首呢,她其实自己的这个伴侣啊 其实是一位来自斯里兰卡的电影制片人 并且她们也不生活在德国 她们就生活在瑞士 那反正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的吧 工作是工作啊,生活是生活 那么她这个AFD主张呢 她也是说要退欧对吧 要德国利益优先嘛 某种意义上也是反对全球化的 但是AFD女党首呢 她自己过去工作经历的朝年 就是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工作的 那很多中国的网友或者逼友啊 他们比较关心的或者经常提到她 会说她跟中国也很强联系啊 确实啊,这位女党首呢 她曾经在中国生活了六年 她的毕业论文,博士毕业论文啊 就是关于中国的养老体系的 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期就可以好好去聊聊这个话题吧 因为我看一下B站上没有人来系统的去介绍过她 那么可能会存在很多误解对吧 这位AFD的女党首呢 全名叫爱丽丝·伊丽莎·韦德 她那是79年出生的 今年44岁啊 刚才是当达之年啊 她是出在西德啊 西德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她爸爸呢是当地的社商会的代表 就她后来呢也得只成副业吧 那就学了经济学 并且是以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是硕士毕业 因为当时她读的还是当时德国传统的学生 叫Diplom嘛 是本朔联读的 就是你要是没读完 那你连本科学历都没有 直接变成高中学历了 但是这个学制非常过时的 到后来德国进行一个国际化改革嘛 就把本书分开了 也就让你留学生本科读完之后 还可以到德国来留学啊 但是这个是闲话了 她反正是拿到了这个经济学硕士的学历 变成绩非常优异 是拿到了1.4分 德国这边一分最高的 大家想她1.4啊 相当于她前年段里面就前几名了 所以说她一毕业之后呢 马上就进入了反正投行里面金字招牌高盛嘛 然后在高盛里面 她是从05年 06年吧 这两年都在高盛里干 我怀疑呢 就是这期间 她应该接触了很多跟中国相关业务 因为那段时间刚好是 就是投资中国非常热的一个 一个那个时期嘛 就大家那些西方这些资本 都来中国去淘金 那在这期间呢 她也萌生了去读博的想法 并且学术研究话题呢 就是跟中国相关啊 她申请的奖学金呢 其实是CDU啊 叫基民盟的奖学金 那个奖学金本来是提供给他们基民盟未来的人的嘛 因为当时还没有AFD啊 也就是说她其实在经济上的思想是偏向于基民盟 甚至是偏向于FDP那种偏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的 那么她拿了这个基民盟的奖学金 然后来来中国去生活了六年 这六年她的生活经费呢 是由德国的留学基金委员会啊 叫DAAD 就德国的留基委 他们来包办的 也就是说她在中国期间 虽然说有些地方大家看到说 她在中国银行工作啊 但是呢 就是我查不到更多的资料 她主要的主页在中国期间 还是写她不顺入文 她可能在中国银行那边 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实习啊 或者是有一些工作接触啊 对接之类有可能 但她主要任务就是在六年期间 写出这篇论文 就二百岁多页的 我给大家看起来 在网上就可以找到这篇论文的 那她这个论文的标题叫做 中国的养老系统啊 小标题叫做呢 是一种就是提升对抗风险能力的 从秩序论视角下的改革方案 她这个目录呢 我给大家稍微截一段啊 就是我觉得她还是研究挺透彻啊 这六年代中国没有白呆啊 她呢就是首先描述了 就是中国的人口的变化嘛 从1950年到1975年的时候是 就是是推动人口的增长的 当时应该是生的越多越光荣 对吧 有光荣妈妈计划 后来79年之后呢 就引入了计划生育嘛 对吧 然后后来呢 她现在这个计划生育不是又改了吗 当她写这篇论文的时候 还是在执行这个政策啊 所以说就导致了 有可能她预见到 有可能出现了一些人口的问题嘛 她里面列出了诸多的表征 对吧 就比如说第一 是那种生育率啊 出生率的下降 然后是生命的这种预期的提升啊 因为中国现在条件好了之后 那就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对吧 会有 然后呢 她预计啊 就2030到2035年 会出现那种人口的萎缩 有可能会 然后会从这种baby boom 我们就是这种婴儿潮到这种老年潮的过渡 对吧 那可以说她这个判断还是比较这个精准的 那对这个中国研究问题还是比较深入的 其实在在德国这边确实有很多中国问题专家 他们很多人中国都没去过 甚至这个中文可能就学了一年 然后就自称所谓的专家了 其实我估计中文的中文书都看不懂的 但是呢 现在德国这些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他就要援引几个专家 其实很多是为了他们这种政策来服务的嘛 他们需要他们提供什么的理论的支持 就找一个背书而已 但是呢 我觉得这位AFD女党首 她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是超过90%的德国专家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呢 她在中国这边读完 然后是回德国12年 还是11年拿了这个博士之后呢 她就回德国了 回德国之后 她是主要去一些什么 也是 我记得有段时间 她在搞农业的一个公司里面工作啊 就是那个公司就负责养养动物啊 两极啊之类的 后来她呢 又去过那个创业公司 就是搞风投 到13年之后 不是AFD成立了吗 当时的AFD成立之初呢 它只是一个经济学 理论上诞生出来一个党 它当时呢 是想给德国和欧盟提供一个新的选项 是应对当时的这个欧元区的经济危机啊 大家有可能对当时还是有点印象 就当时不是什么欧洲五国啊 什么希腊啊 意大利啊之类的 他们经济都快崩溃了嘛 欧元区快崩盘了 那这个AFD 她在这个背景下当时呢 后来他们觉得这个名字就太长了 说我们就把这个欧盟砍掉 我们就是给这个德国提供新选项 然后呢 也是因为她是学经济的 这个AFD女党手学经济的 所以她很早就加入了这个党 但是呢 AFD 她经过数次迭代啊 因为她最早呢 是一批经济学家进来 后来呢 发现她很多那种右翼的人 她就加入进去嘛 然后原先创始那元老 就包括这个创 创党的一个位这个经济学的教授 后来她也是15年的时候 她就退出了 那么 结果统计啊 就当时创党的时候 18个人 现在留在AFD里 只剩三个人 我看了纪录片是采访 他们AFD早期一些创始成员的嘛 现在很多人 他们不是都已经退出了吗 然后里面那些老头都非常后悔啊 说自己创造了一个怪物出来 相当于说是 他打开了潘多拉磨合 那么现在根本是收也收不上啊 因为这个AFD后来就是不断的 有这些右翼加入嘛 把这个风向子带得越来越极端啊 那么原先最早的时候呢 这个女党手 她是想跟这种极右划清界限了 因为她自己呢 其实我觉得她自己不是新纳粹啊 她只是思想上 她其实应该是在金明盟比较像的 她也一直想跟这个金明盟组阁嘛 她一次金明盟当中应该偏右一点的 但是还没有到新纳粹那种地步 所以说呢 就是像我们上期里面也提到 图林根那个那个AFD的负责人 她是非常右的嘛 她是明确的被列为这个极右分子的 对吧 被宪法保卫局 那么所以说呢 就是其实当时啊 我记得是15年还什么时候 就是AFD女党首 她是想启动一个党内程序 就是想把那个图林根的AFD负责人给开除了 但她启动了这个程序之后呢 发现她的这个党内的支持率迅速下跌 然后让她就在 在她这个竞选当中啊 在她一个地方性竞选当中 她自己党内的竞选当中 她就败选了 后来她又意识到不行啊 就是说她这个右翼的力量 是她可以利用的一股力量 虽然她其实现在就是纵容啊 她明面上 她不会直接的去 去怎么样呢 就是来来这个提出来 对你的右翼分子的一些谴责 或者是一些 把你开除出去啊 她现在就是纵容 就要利用这股力量 好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 几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啊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AFD女党首 她怎么做到 不是人格分裂的 她自己是性少数群体啊 是女童的身份 但是她这个党啊 这个极右翼的这个政党 她是反对这个同性婚姻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AFD极右翼党呢 她在讲究德国 得一直民族的民族认同嘛 对吧 主张要关闭德国边界啊 就外国人不要进来了 然后要保持我们的纯净性 对吧 但是这个女党首 她自己都住在国外去了 她住在瑞士 并且也不愿意在德国交税嘛 是给瑞士交税了 那她应对的办法 就是说去回避这些问题啊 这些问题就必要不谈 那是最有利于团结的 对不对 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啊 那就有些好事的记者 把她挖出来 她早年甚至是投过绿党的票啊 她在经济上呢 她是比较欣赏这个FDP 就讲究经济上自由主义的 她反对就是德国这边搞社会国 就过多政府干预嘛 比如说政府来调控你租金的 涨价幅度啊 这些她都非常反对啊 那在意识形态上 她其实作为一个性少数群体 她天然的 她就是一种倾向于白左对吧 因为白左她是来认可 这性少数群体的权利的嘛 早期是投过绿党的票的 她后来加入了AFD之后 她为了她基本盘嘛 那么她是在这个家庭关系法上面的 她从来不谈这个话题啊 因为她知道她谈了这个话题之后 她可能的话就会有一些 这个AFD的党员就觉得被被刺了 对吧 因为现在绿党很多人 不是觉得被绿党被刺了吗 她不想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个对这些敏感问题 她尽量必要不谈 那么还有一些 就是我看那德国媒体 她挖出了她13年的时候 就写了一封那个邮件嘛 说是把这个德国国会的议员 就骂成是猪啊 然后把把这些议员 骂成是就是德国战败了之后 被战胜国那样占领嘛 然后这些人都是 这些国会议员都是提线木 其实这种论调 其实大家在B站上 是非常常见的对吧 其实我觉得她什么意识形态呢 其实跟很多B友是真的很像的 那她这种生活是生活工作 是工作态度啊 我觉得也是对辩论法 把握对于统一的一种实际的应用嘛 对吧 你赚了爱国钱 也不妨去美国买房啊 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例子 那么关于她在德国这个交涉问题 不是德国这边有很多记者问吗 她也是拒绝回应啊 这个其实跟川普也是很像的嘛 川普她是口喊的要爱美国的 美国优先 但她自己不敢公开 她过去的交税记录嘛 那我觉得这位女党手 她生活在瑞士 就是一方面可能有这个避税的这个意图 对吧 不知道税收是不是瑞士 比这个德国要少一点呢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就是 她很多这个理念 跟这个帝国公民很像呢 就是她不认可你这个德国政府 她认为你德国政府是个伪政府 所以说她就拒绝了这些纳税啊 所以说呢 其实我给大家看一段 那个电视台过去采访她 其实那个记者就给她下套 就是说她13年之后 那些言论 就是帝国公民的言论嘛 然后问她说 承不承认 那封邮件是她说的 然后她很聪明啊 因为那记者说呢 就是来举办这个女党手的人 就她自己去法院宣誓了 说这封邮件 就是这个女党手发给她的 然后呢 在德国就是你要是宣誓之后 你假如说做伪证 还是要坐牢的 有可能是罚钱或者是坐牢 所以说之前那个德国战车 就很多受害女的 有很多人说你没有证据嘛 对吧 但其实很多女的 她是去法院去做这个宣誓的 就应该说是有比较强烈的证据了 就可以作为 因为她要不然做伪证了 那么这个电台人就问这个女党手 她不敢做这 就是宣誓这个女党手 然后这个女党手她不敢 大家看一下这一段 我们 konfrontieren Weidel mit der konkreten E-Mail ihr damaliger Bekannter liest vor 这些货运人的货运人 入境了 有 These Schrift写了 sagen 2013 我猜诶像现在不知道是什么 雷鸟 马来负了的文序 这是家庭泽民的文庭 是从我迷上, собственно这是叫做了 这是从别人 我猜是从你 我应该是一个老子的 我收到这个文庭 她马上说 我懇了游划 你ؤ向老子的老子 你其他人的信息是否有意義的信息 我把你也有意义的信息 我会有意义的信息 我真的有意义的信息 我真的有意义的信息 我说不许多信息 我许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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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信息 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 是在信息 是否你都寫了,是有的問題 我提到你,我会否定 我会把这个问题 继续去调整 好的,我们来说,他拖了一个优优独的 你不想做的,我们不断了 那是很漂亮 一坏的优优独的优独 可以被扣到账州或法律到3年 法律的 那是法律 优独的优独的 她的信息也不寫,是一句話 而且是非常感激的,尤其是關於內容 她非常記憶的,她很記憶的 她的信息更加感激, 如果她的信息更加感激 第二,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 這位AFD女黨手 她到底對中國的態度是怎麼樣呢? 很多人覺得她直接把 研究中國跟千中未等同了 這完全不能等同了 因為德國有很多研究中國研究所 其實現在就在制裁名單上面 他們反而是做出很多對中國這種不利的判斷 裡面當然有些研究員的水平也很水 他們其實也就是為了來吃這碗飯 所以我覺得還是得後面去看 因為現在她也沒有上台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她到底會做出怎樣表態 但是她原先確實給中國說過好話 她說德國要向中國學習 說中國這種市場經濟的勃勃生機的 大家這種企業家的精神 那是德國這邊比較欠缺的 但是他們這個AFD她的黨的主張 她就是德國利益優先 也就是說當這個德國利益跟中國利益 產生衝突的時候 她到底會從邏輯上你說她會支持誰 對吧 那麼過去中德貿易是非常密切 對不對 但是現在中國電動車 一方面是出口能力非常強 會在海外搶葬德國的市場 另一方面她對德國的傳統油車進口的 這種需求又減弱了 也就是說德國她現在從中國上面沒有得到那麼的好處 甚至還可能中國更多成為她的一個競爭對手 是有這種可能的 對吧 那這種情況下她會不會就是掉轉槍頭呢 對吧 她會不會就組裝德國利益優先呢 這我們都是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大家看這個歷史啊就是德三時期 她前期她是跟中國合作的 她是有一段蜜月期的叫中德合作 只有當時這個蔣偉國她甚至是去德國 去接受他們納粹的軍官的培訓嘛 現在大家還能看到她穿著納粹軍服的這個照片 對不對 但是後來其實她下令打波蘭之後 然後跟這個德日同盟之後 馬上這個長凱申就發現這個局勢不對了 馬上就把這個蔣偉國給從德國拉回來 後來又送到美國去了對吧 這個我們現在都是你從 從簡單的從她說是研究中國問題的 然後在中國待了蠻久時間的 就推斷出她親中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粗暴的結論啊 她這個 AFD這個黨基本的理論 就是德國優先 大家記住這個就知道 再用邏輯去推就可以了 那很多人很天真認為 AFD上台之後 他就是會對中國人好的 我很期待這種事情 假如真的發生了 我到時候就給大家見證看 看我到時候能在德國領到什麼冰淇淋啊 那實際上我的感受呢 就是德國現在又一越來越多的話 你做外國人在自己生活體驗的話 肯定是沒有以前好的 像昨天就是朱老闆娘和他的同事 烏克蘭同事他們坐車 坐這個德國地鐵嘛 他當中有一段 其實是那種你放自行車 就帶自行車的人坐那個區域 就是你普通的人也是可以坐的 只不過那個區域 他的車廂設計是特別一點 是可以放自行車的 然後呢 他們坐在那裡 然後有很多德國人也坐在那裡啊 就也維大自行車也坐在那裡 但是後來就有推了自行車上來德國人 就讓這些外國人啊 就是朱老闆娘還有烏克蘭的女生 就他們讓她們起來讓座 說這個是放自行車的區域 那就是他們前來次就是說 你們外國人不懂啊 不懂這個地方是放自行車 但他為什麼不跟那旁邊的德國人說呢 對吧 就是有點欺負外國人的這種意思啊 因為他們這種德國優先 德國人優先 他是潛意識當中 他可能就會形成這種觀念 在這種AFD的崛起之後 對不對 那我們也到時候反正看嘛 看二五年之後 我們這位這個女黨首 到底能不能當那個德國總理啊 我希望是不要啊